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Windows系统中一个常见现象 后台应用程序的运行 可能有些朋友注意到了 即使我们没有打开某些应用程序 或者我们关闭了某些应用程序 可是他们依然会在后台悄悄的运行 那么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那什么是后台应用程序呢 在Windows里面 有些应用程序可以在我们没有打开窗口的情况下 或者关闭了窗口的情况下 继续执行任务 比如说微软的Edge乱七 我们把Edge窗口关闭之后 你会发现后台还有很多Edge经常在运行 比如说它在刷新页面 加载一些页面 还有比如说微软的应用商店 我们在把应用商店程序关闭后 它还在后台运行 在检查安装应用的更新 这样的程序呢就称之为后台程序 那你可能会问 这些后台程序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如何查看 在你Windows电脑上运行的后台程序 我们只需要右键单击任务栏 点击任务管理器 就打开了任务管理器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左边 第一个进程这个按钮 那你看右边就列出了所有的进程 那我们点击按名称来排序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进程 给分类 应用 后台进程 那后台进程这个文字底下这些 就都是在后台运行的应用程序 你看我们这个A值 我们这个Microsoft的A运行并没有启动 但是这已经有五个进程了 它是在后台进程里边 那我们现在启动一个A值 你看我们打开了一个微软的A运行器 那你看它的应用程序里边 就多了一个Microsoft的A值这个进程 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再关闭掉 给它关上了 那你看应用分类里边 Microsoft A值就消失了 但是在后台进程里边呢 还是有Microsoft A值这个进程 我们看一下在这 对吧 我们再启动一个微软应用商店这个程序 点击Microsoft.com 那你看这个应用程序启动了 在应用里边有一个Microsoft.com 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Microsoft.com关闭了 HR关闭 应用里边Microsoft.com也消失了 那在后台进程这分类里边呢 Microsoft.com就在这里了 你看这个后台进程是需要占用一定的CPU资源的 当然现在是0% 占用一定的内存 对吧 Microsoft A值它占的内存比较多 112.5张 同时你这个进程来运行的 那它肯定也会消耗一定的电池电量 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没有接通电源的话 那后台程序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优点 第一它可以提高效率 后台程序可以让多个任务同时进行 比如说你在使用微软商店安装一个应用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打开A值浏览器来浏览网页 第二可以及时通知 比如说你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你后台有一个邮件接收的程序 它在接收到新邮件的时候 会弹出一个窗口告诉你收到了重要的新邮件 但是缺点也是显示意见的 第一占用系统资源 后台程序刚才我们看到了 会占用一些内CPU和内存 甚至电源 这样会导致系统变慢 第二呢 耗电量增加 尤其是笔记本电脑 后台程序可以明显缩短续航时间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介绍了 什么是后台应用程序 以及后台应用程序的优缺点 还分享了如何查看后台应用程序 那在下一个视频里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管理这些后台应用程序 包括如何通过界面 以及命令行来管理这些后台应用程序 同时欢迎大家订阅我的付费专区 我的付费专区里边会有更多的 实用技巧和独家经验的视频 您成为我的会员 就能够享受专属的优质内容 学到更多Windows相关的技巧和知识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